两根蜡烛 有一位单身女子刚搬了家 她发现隔壁住了一户穷人家 一个寡妇与两个小孩子 有一天晚上 那一带忽然停了电 那位女子只好自己点起了蜡烛 没一会儿忽然听到有人敲门 原来是隔壁邻居的小孩子 只见她紧张地问 阿姨请问你家有蜡烛吗 女孩子心想 他们家竟穷到连蜡烛都没有了吗 千万别借他们 免得被他们依赖了 于是对孩子吼了一声说 没有 正当她准备关上门的时候 那个穷小孩展开关爱的笑容说 我就知道你家一定没有 说完 竟然从她的怀里拿出两根蜡烛 说 妈妈和我怕你一个人住 又没有蜡烛 所以我带了两根蜡烛来送你 这个时刻 这位女子深深地自责 感动得热泪盈眶 将那小孩子紧紧地拥抱在怀里 这里是一根蜡烛 我看见你 你会不会再留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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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